我爹是位高权重的丞相 可偏偏生了一颗百烂的心 我娘怀我时 病重的国师清尽心血 留下我是天生奉命的预言后 就一命呜呼 撒手人缓 我爹愁了十个月没吃好饭 天天抱着我娘 哭着嚎着不想上班 老皇帝一听到预言 激动的连连搓手 要准备聘礼 嘴里还念念有词道 这下林爱卿可要给我卖命一辈子咯 可谁也没想到 十个月后 丞相夫人生了个男婴 订阅恋恋推文 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证文现在开始 我是相辅唯一的嫡女 却从小被爹娘当做男子培养 只因我娘在怀我时 恰好遇上病重的国师 为云国补算国运 国师清尽了心血 只补算到我娘腹中的胎儿 会是未来皇后的预言 我爹忧心忡忡 愁了十个月没吃好饭 天天抱着我娘 哭着嚎着说不想上班 我娘则睡到半夜 都要精坐起来 骂国师一句 不是 她有病吧 事实证明 我一口心头血 一命呜呼了 如此一来 预言结果变成了定局 无从改变 我爹傻眼了 她深知数大招锋的道理 身居成相一直 已然位高权重 一不小心便会引来诸多猜忌 若是女儿再成了皇后 她又如何能全身而退 当然 这只是我爹的官方说法 至于具体的真相 那当然是 她一心只想做咸鱼 不想上班了 眼见距离我出生的时间越来越近 我那不靠谱的爹娘 整日面面相去 思来想去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统一了口径 对外宣布生的是一个男婴 就这样 成相府多了一个四公子 生了三个男孩后 我爹娘做梦 都想要一个女儿 对 就是那种香香软软 乖巧懂事的女儿 可惜 和我那成熟稳重 且文采斐然的大哥 不爱念书 且爱五成吃的二哥三哥相比 我又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说 六岁把沈公子辛辛苦苦写的字贴弄脏 把他气哭 七岁将活蹦乱跳的泥丘 放进顾公子衣领中 吓得他满街乱窜 八岁将花蛇包装成礼物送给江公子 把他吓得晕了三天三夜 诸如此类 数不胜数 各家公子迫于我三个哥哥的淫威 不敢反击报复 而他们的父母 则碍于我爹是位高权重的丞相 忍气吞声 不敢上门讨伐 一时间 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 林丞相家的四公子 是个混世大魔头 眼见事态的发展 越来越偏离轨道 忙着摸鱼的我爹 和热衷鱼 和其他妇人们打麻将了我娘 开始着急了 虽然是把我当做男子来培养 但不是往混世大魔头的方向培养啊 再加上我年岁见长 为了防止我的女子身份暴露 于是乎 他俩又一合计 将我拎了回来 请了学识渊博的老夫子 还命我的三个哥哥 对我严加看管 逼着我老老实实的在家练字帖 学四书五经 见我再也不能出来 为非作歹 整个京城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只可惜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他们能关得住我的人 却关不住我放荡不羁的灵魂 趁着我爹上早巢 我娘外出找将军夫人叙旧的间隙 我让蒲从月牙扮作我的模样 待在书房 然后悄悄钻狗洞溜出了府 我叼着一根狗尾巴草 在街上游荡 果然 人被关久了 看什么都觉得新鲜 比如那个糖葫芦摊钱的小公子 正眼巴巴地看着鲜红玉滴的糖葫芦 可他身后的小丝却拱着身 一脸为难 我放缓了脚步 好奇地打量起来 那公子年纪虽小却气度不凡 衣着减肃 却用料讲究 就是有些面生 想必是京城哪家新上任的官员家的小公子 我顿时来了兴致 整个京城的富家公子 只有我没见过的 没有我没招惹过的 我黑黑一笑 壮丝不经意地 从他们身边经过了一遍一遍又一遍 只见小丝犹豫着 俯下身 在小公子的耳边低语了几句后 小公子便放弃了挣扎 眉间微微醋着 有些恋恋不舍 就在他们准备转身离去时 我叼着狗尾巴草 插着腰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小美人何故皱眉啊 莫非是出门饮料没有代购 想吃串糖葫芦都买不起 两人身形结实一顿 小公子抬眼朝我看过来 点七般的眸子 蹦见出凌厉的光芒 小小的身躯 竟弥漫着叫人无可抗拒的威严 我看得愣了半上 这人长得还怪好看的嘞 就是有些凶巴巴的 像急了我爹要训我钱发怒的模样 他抿了抿嘴 正要发作 却被身后的小丝拦下 我大摇大摆走到小范身前 递给他一个银刻子 他就见鬼式地跑开了 也不能怪我 自从江公子被我捉弄的事情传开之后 家家户户都买了我的肖像画 为的就是认清我的长相 好遇到我之后就撒腿跑 但很显然 这个小公子 未曾听过林家四公子的鼎鼎大名 否则也不会在我 扛着糖葫芦串走向他时 迟迟没有挪动脚步 我把糖葫芦赶往地上一除 挑眉笑道 本公子向来怜香惜玉 看你一副眉头紧皱的模样 本公子实在是不忍心 不如你给我笑一个 这整串糖葫芦便都归你 如何 小公子稚嫩的脸上闪过一丝震惊 他回头望向身后的小丝 眼神里写满了求助 黄 老爷说了 出门在外 行事要低调 小丝轻轻摇头 示意他不可轻举妄动 可小公子到底年轻沉不住气 几句话便被气得满脸通红 小小的薄唇颤抖道 你 你竟敢调戏我 我吐掉嘴边的狗尾巴草 更兴奋了 伸手便把下一串糖葫芦 啃了起来 嗯 这糖壳又薄又脆 这红果又酸又甜 只是可惜了 这么美味的糖葫芦 有些人是吃不上哦 说完 还做了个鬼脸 小公子气得脸通红 伸着手指着我 你 又说了半天 眼见着小公子就要哭出来 他身后的小丝 察觉形势不对 连忙将他扛起来 跑了 我有些惋惜地 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不死心又喊了一句 喂 想吃糖葫芦来找我呀 等公子的糖葫芦不用花钱 随时恭候 我清晰地看见 小四背上的小公子 又剧烈挣扎了几下 我回过头 才发现街上的摊贩 不知何时跑了个精光 只剩下一条光秃秃的街道 我自觉无趣 只好打道回府 扒开茂密的草丛 一个小小的洞口 便呈现在眼前 我猫着身子 正准备神不知鬼不觉地 从这个洞口回到厢府 谁撂头刚钻进去 一双悬色吃金靴 便映入眼帘 紧接着 又出现了第二双 眼尖的我 一眼便认出 这是二哥灵珊 和三哥灵养 平日所穿的鞋 我顿时暗呼不妙 原以为瞒过爹娘 让月牙换上我的衣服 待在书房里 便能在三个哥哥那里糊弄过去 结果还是被抓包了 半截身子卡在狗洞里的我 僵硬地抬起头 眨了眨眼 难道是特意来迎接我回家的 倒也不必这么隆重了 你们知道的 我这个人向来喜欢低调 我一边打着哈哈 一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迅速往墙外退 洞口极小 堪堪容纳 得了我这般娇小的身形 自然是除了我 别人都钻不进去 见两个哥哥拿我束手无策 我拍了拍手上灰 朝着洞内发出得逞后的嘲笑 哈哈 就凭你们两个也想逮住我 回去再练两年吧 两腿一跃 我便从地上爬起 然后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哼着小曲 准备换个地方翻墙进去 不成想刚转身 便撞上一堵肉墙 我摸着酸痛的鼻子 正要骂骂咧咧问候对方全家 一睁眼 才发现面前的人正是我的大哥林高 我顿时捏了下来 怪不得两个哥哥 对我的挑衅毫无反应 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 大哥定定地站在原地 挑起眉 手持折扇 有一下眉一下地敲在掌心 一副我看你怎么狡辩的表情 我心虚不已 东张西望一番后 若无其事开口道 大哥 好巧啊 你也找不到回家的大门吗 哎呀 还好我留了一手 否则今晚我们都得睡大街了 我仔细瞧着大哥的神情 边说边往后退 就在说完最后一个字时 立马转过身 撒腿就跑 就在我以为能逃离大哥的魔爪时 一只大手毫不费力地 将我像拎鸡仔一样拎了起来 大哥用手中的折扇 在我头上轻轻敲了一下 语气有些无奈 你呀 总是这么调皮 也不知道是随了谁 我心有不服 正欲挣扎 但一想起我和大哥的体型差距 被他拎着的我伸直伸直的胳膊 都碰不到他身上一个毛 顿时又捏了下来 我皱着一张苦瓜小脸 跪在三个哥哥面前 委屈得像只吃不到鱼的猫 我的好哥哥 求求你们了 别告诉爹娘妈 我眨白着眼睛 轻轻拽着大哥的衣角 软磨硬泡 这招向来奏效 每每当我惹了祸事 便是用这副模样 哄得哥哥们替我瞒天过海的 只可惜 今天没人吃这套 三哥上下嘴皮一碰 便像支机关枪一样 一发不可收拾 你少来 每次犯了错就摆出 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骗取我们的同情 你说说你 爹娘命我们对你严加看管 还收了你的令牌 就是为了让你别再出门闯祸 你倒好 居然让月牙扮作你的模样 坐在书房掩人耳目 还偷偷挖了个狗洞钻出去 你知道我们发现 你人不见的时候 天都要塌下来了吗 三哥越说越愤慨 最后气得 索性双手抱着胸 不断跺脚 嘴里还不断地念叨 这次我绝对不会心软 替你瞒着了 真是气死我了 我像跟双打了的 茄子般为敏下来 我的好哥哥 你们不替我埋着爹娘 那才叫天快太下来了 想起上次闯了祸 被我爹惩罚 扎着马步 抄完了两百遍经书 我就忍不住浑身一哆嗦 爱二哥的叹息声 从头顶悠悠响起 似有三分同情 三分怜悯和四分无奈 加起来就是十分可怜我 我的眼里 顿时燃起了希望的火苗 郑玉开口向二哥求情 便被他一盆冷水泼了下来 唉 你这样 看着我也没用 就三弟这句脾气 我可就不了你呀 你自求多福吧 他摆摆手 再说了 你也该长点教训了 谁叫你把我珍藏的石头 都拿去打水漂的 说吧 二哥把头撇到一边 不再搭理我 我石化在原地 不带这么公报私仇的 我只得把求助的目光 投向大哥 只见他悠悠端起茶杯 细细品了一口 若无其事地点停道 今年的雨前龙井 似乎不如往年啊 不过我还是更喜欢 西湖龙井配虾仁 芒果西瓜配菠萝 主打一个以毒乱回 事已至此 我终于明白过来 他们早就商量好了 串通仪器 要将我绳之以法 我绝望地趴在地上 破罐子破摔 就这样吧 我已经不是你们 最亲爱的妹妹了 你们去告诉爹娘 让爹娘来收拾我吧 原以为 以退为进 能激起他们的 一丝丝同情心 谁料 他们对我的小心思 视若无睹 还旁若无人地聊起了天 大哥 天色不早了 爹娘应该快到家了 二哥 哎呀 某个偷我的石头 拿去打水漂的导弹鬼 要遭殃漏三哥 就是不知道 这次爹娘会罚他 抄多少遍经书呢 我先下个注 一个月的功课 赌他罚抄五百遍 二哥 五百遍 你也太狠了吧 也不知道 他那小爪子 抄完五百遍 会不会废掉啊 论心疼阿指的哥哥 还得是我 这样吧 我压八百遍 语气就像今天中午 吃的饭菜 到底是咸了 还是淡了一样自然 我气得一蹦三尺高 好啊你们 对我见死不就算了 居然还幸灾乐祸 你们给我等着 大不了我们鱼死网破 我这就去找江小姐 告诉他 大哥一直暗恋他 再把二哥三哥 房间里的春宫图 三个哥哥先是一愣 随后手忙脚乱的 将我的嘴捂住吐一次方 生怕发出一点声响 再看此时的他们 哪还有刚刚那 不依不饶的气势 三哥朝我 几眉弄眼的陪笑道 我的好妹妹 刚刚是我说话中了 你放心 今天什么也没发生过 他拍着胸脯 信誓旦旦的保证 二哥站在三哥身旁 疯狂点头 大哥则加快了 谣善的幅度 扯着嘴角 哎呀 这几日看书有些累了 眼睛花得很 居然看见阿芷在书房里 乖乖学了一整天呢 就是这间酸得很 要是有个人 能给我捏捏肩就好了 我立马一会 露出一个得逞的笑 连忙给哥哥们捏肩捶背 空气里顿时充满了 快活的气息 提心吊胆到傍晚 总算等到爹娘回来 我迈着小碎步走上前 试图通过 对他们献殷勤的方式 来唤醒父爱母爱 不料我爹刚进门 就扑在我娘怀里 嗷嗷大哭 呜呜呜呜 夫人 真是天要他了呀 皇帝老儿 要我明日带阿芷入宫 万一被他发现了 阿芷的女儿身 我岂不是还要给他 打几十年的宫啊 我不想上班啊 嗚嗚 一米八的壮汉 哭得跟个孩子似的 鼻涕一把泪一把 三个哥哥眉毛一挑 便齐齐往后退了几步 躲在柱子后 生怕我爹的眼泪鼻涕 抹到他们身上 我叹了口气 走上前 好心安抚道 爹呀 没事的 要是被皇上发现了 你不但不用上班 还能人头落地呢 咱们凡事得往好处想 闻言 我爹顿了一下 随即又发出尖锐报名 我娘忍无可忍 松开捂着耳朵的手 给了我和我爹一人一拳 一瞬间 云停了 风静了 我爹也不好了 我娘满意地点了点头 好歹也是堂堂成像 一遇到事情就鬼哭狼嚎的 像个什么样 不就是带阿指进个宫吗 多大事啊 我娘大手一挥 豪迈道 我爹悄悄拿我娘的袖子 擦了擦眼泪 弱弱道 夫人 那我们该怎么办 才能让皇上不识破阿指的伪装 话音还没落 一道黑风 便从我面前闪过 我娘飘远的声音 夹杂在风中隐约响起 都这时候了 还尾什么装 当然是收拾戏软赶紧跑阿 我 月黑风高夜 全家跑路时 一辆马车从乡府后门 鬼鬼祟祟地探出头来 又摇摇晃晃地朝城门驶去 宽大的车轮 不堪车身的重负 发出嘰呀嘰呀的响声 一行六人身着黑衣 头戴都冒 满脸都写着 做贼心虚四个大字 我扯起身上的布料 一脸嫌弃道 我们只是跑个路 有必要穿成这样吗 哎呀 这你就不懂了吧 我爹正色道 万一我们要是被抓包了 穿着黑衣服往角落一蹲 这夜黑风高的 谁还看得见我们啊 根本就没有人 我一下子被噎住了 从小就被我爹的 不靠谱支配的我表示 这就狠我爹 三哥扶着鹅 一脸无语道 爹 我不知道穿成这样 能不能躲过别人的搜查 但我知道 如果你再不把刺着大牙收起来 就算你躲的地方 再黑也会被揪出来 我爹咧着的嘴角 顿时搭拉下来 语气略带僵硬道 你们知道的 微笑只是我的保护色 其实我生性就不爱笑 说吧便转过身去 徒留一个落寞的背影 我好奇地凑过去竖起耳朵 隐约间还听见 他在嘀嘀咕咕着说 他是黑夜的精灵 暗夜的主宰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识破他的伪装 救命 他好丢人 我挪着慢吞吞的步伐 朝角落躲去 假装和我爹不认识 恰好走到窝在角落里 黯然自闭的我娘身旁 他面朝车壁 席地而坐 时不时还抖动着肩膀 看上去甚是悲伤 一想到 从小便被外祖父母 捧在手心里 骄养的我娘 就要离开他们远赴边赛 我便有些于心不忍 于是主动安慰道 娘啊 别难过了 人生嘛就是这样 起起落落落落落落的 没事打没事打没 是 搭 文言 我娘的身心顿了一下 猛然回头 一脸迷茫道 啊 什么难过 谁失恋了 快让为娘好好安慰一下 我瓜子都准备好了 啊不是 听到这个消息 我真是好伤心啊 细精附体的 我娘手一排 一副欲泪先流的模样 便活灵活现起来 我狐疑地将目光 一寸寸地挪到我娘的手上 这才看清 窝在角落的我娘 根本没有自闭 而是在拿金条叠着玩 告辞 我瞬间连起笑意 转身就走 多呆一秒 都是浪费感情 我娘忙不叠将我拉住 等等 你先别走 我脚步一顿 立刻站出笑脸 什么 娘你说这些黄灯灯的 大金条子都是我的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我娘睁圆了眼睛 伸出一根仙纸 只戳着我额头道 臭小子 想得倒霉 这些可都是我的宝贝 说吧 还不放心似的 把金条往回拢了拢 然后凑到我耳边 低声道 不过 有情报 想不想听 我眼睛一亮 立马竖起耳朵蹲了下来 能让我娘主动八卦的情报 必然是什么新鲜事 自然不能错过 我娘左右张望了一番 才压低声音道 你大哥已经神神秘秘 写了一晚上的信了 我假装路过想看看 结果还没靠近呢 他就连忙舞起来 不让人看了 我就隐约看到个小姐 此生之类的字眼 你说 你大哥该不会是 有喜欢的女孩了吧 只见我娘眼里 燃着熊熊八卦之魂 我一听 顿时来就秃了 这不是巧了吗 这事我刚好门清 我装模作样的咳了咳 小眼神不断往那堆金条上面瞟 要想马儿跑 得让马吃草 我娘顿时意会 一脸肉痛的 在黄金堆里翻翻减减 才找出一块最小的金子 塞进我手里 哎呀 这事得从去年 青年大哥出门 给爹送公文的时候说起 总之呢 就是这样那样的情况下 大哥就对当时在雨中 给他慷慨赠散的江小姐 一见钟情了 我将金子藏进衣服家层里 小声和我娘嘀咕倒 没等我把怀中的金子捂热 一片黑影突然将我们笼罩 你们在背后去去我的时候 能不能考虑一下 当事人的感受 大哥咬牙切齿的声音 从头顶传来 被当事人抓包 我和我娘顿时连声 也不敢置一个 缩起了头 化身安蠢 一番喧闹后 马车摇摇晃晃 停在城门前 我爹拿着令牌的手 颤颤巍巍的伸出莲外 粗着嗓子 自称我们是将军府的人 突发急事 要紧急出城 令牌是我爹 从将军身上 偷偷薅下来的 据我爹说 他上次借口身体不适 告假摸了几天鱼 谁料将军 竟偷偷跑去 皇上面前揭发 害得他整整半年 没有羞目 所以这回也要让他 尝尝被队友坑的滋味 不过有一说一 我爹这嗓子 挤得还挺像 那么一回事 令牌被守卫接过 车内的众人 紧张地平住了呼吸 恨不得化身空气 生怕漏了下 没多久 守卫便检查完毕 交回令牌 示意放行 一行人悬着的心 总算放了下来 可正当我们准备 策马驱车时 却发现 马怎么也动不了 我爹疑惑地掀开车帘 不料 却和前方坐在 龙脸上的皇上 对上了眼 而马车的牵绳 被禁卫军攥在手里 让马死死不得动弹 皇上身着 明黄色龙袍 一只手肘撑在扶手上 微微前倾俯着身子 林爱卿 收拾了这么多东西 是要去哪呀 我爹眉毛一挑 手一松 书弟放下了车帘 不断轻拍胸口 肯定是昨晚熬夜 看花本眼花了 我怎么看见 皇上出现在城门口了 然后揉了揉眼睛 又掀开车帘 这回 我爹眼里的光终于灭了 哎呀 今晚月亮真不错呀 正想带上全部家当 出来晒晒月亮呢 怎么这妖巧 还能遇到皇上啊 我爹上下嘴唇一碰 又开始发动 祖传的胡说八道技能 这也能圆 我和三个哥哥面面相去 都从对方眼中 看到了不可置信 刚好 陈有个东西想交给皇上 怕明天上朝忘记带 那就趁现在给吧 我爹打着哈哈 将一只锦囊塞进我手里 示意我拿过去 啊 我 我爹肯定地点了点头 满脸堆着笑 怎么看怎么不对劲 别无他法 我只好听从我爹的指示 拿着锦囊下了车 刚走到皇上面前 身后便传来了我爹的声音 皇上 我老家的母猪 突然难产要生了 我们先走一步 小儿就交给你了 没事不用找我 有事更不用找我呀 说吧 马车便朝着城的那 一溜烟没了影 留下还没反应过来的 我和皇帝面面相去 别家公子的爹 都是只有被坑的份 怎么轮到我这儿 就是坑娃了 我真是 牙都要咬碎了 养心殿内 皇帝坐在龙椅上 笑得满面春风 想起我爹临行前的主妇 在皇上面前 藏好自己的真实身份 每每看向皇上 我心里就一阵阵地发虚 胆子大到 敢犯下欺君之罪的 也就只有我爹了 只是 他犯下的欺君之罪 为什么要我来扛 我闭了闭眼 抓紧了手里的捉腿 更不想面对现实了 阿芷 不必如此紧张 可惜你生错了性别 不然 你还能唤我一句父皇呢 皇上扶着虚 笑呵呵地打去 我嘴角狠狠一抽 谢妖 不聊 还是求你把我当个屁一样 放了我吧 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做个不学无术的 顽固子弟 可不想和皇家 有什么牵扯 林公子 你一直躲在桌底下 也不是事啊 还是快出来吧 别为难老奴了 御前侍奉的叶公公 站在桌旁 弯着腰 急得满头大汗 我冷哼一声 一开视线 我是年纪小 又不是傻 万一这只是 让我放松警惕的计谋呢 我可不想平白无故 被人抓去当什么皇后 繁琐的规矩端庄的是家女什么的 最烦人了 罢了 皇帝摆摆手 你们不必这次后了 去把太子叫过来吧 工人领了命 懦懦退下 四下无人 皇帝从龙椅上起身 缓不走来 蹲在我身旁 一张面容威严 神情和蔼的脸 顿时放大在我眼前 阿指 若你不嫌弃 可唤我一声 皇帝伯伯 听说 你今年已满十二岁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你小时候还抱过你呢 皇帝的眼睛 笑得几乎眯成了一条直线 我抿着唇 沉没了片刻后 还是忍不住纠正 才不是十二岁 我前几日刚满十三 但 刚说完 又后悔了 我这该死的强迫症 皇帝连忙做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拍了拍头 哎呀 当年的小团子 一眨眼都十三岁了呀 真是 瞧瞧我这记性 不过 京中十三四岁的儿郎 都在忙着习武读书 考取功名 阿指可有想过要金榜提名 实现心中暴富啊 一种不祥的预感 从心头升起 我顿时心中一紧 把头摇得像个波浪鼓 不行不行 我最大的理想暴富 就是混吃等死 要我习武读书 这和要了我的命 有什么区别 说完 连带着看皇帝的眼神 也像在看什么脏东西一般 皇帝脸上的笑意 僵住片刻 大家没想到 我居然是个 烂泥服不上墙的 亦是有些手足无措 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我怀里的金子 啪一声掉出来 沉闷又突兀 一时间 我们都有些沉默 皇帝率先开口 原来阿指喜欢这些啊 我连忙将金子捡起来 塞回怀里 语气宝贝道 那当然了 就算是混吃等死 也得有钱才行啊 不然还没混上呢 就饿死了 皇帝顿时眼睛一亮 语重心长起来 年轻人有理想是好事 但混吃等死是行不通的 毕竟时间久了 又没有俸禄 迟早会做吃山空的 对不对 但是考取功名就不一样了 只要你愿意发光发热 你就有花不完钱 岂不妙灾 怎么看 怎么都像是在忽悠我 我狐一地掐着手指头数了半天 我爹娘喝了旺仔牛奶 把我丢下自己跑了 还带走了所有家当 按照我手头上的这点积蓄 嗯 够呛 看来 他说的确实有道理 我把头点得像小鸡灼米 对对对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做 皇帝正色道 这好办 朕准备送太子 去宋云书院历练一番 好为将来的登基继任做准备 他缺一个半读 你缺一个学习机会 合起来不就是一石二鸟 一剑双雕 一举两得 两全其美之计吗 我被哄得一愣一愣的 下意识点头答应后 才反应过来 我被面前这个笑容和爱的人忽悠了 什么理想梦想 统统抛朱脑后 难怪我爹天天把不想上班挂在嘴边 身体却很诚实 每天按时早朝 皇帝之所以是皇帝 那肯定是因为忽悠人的功力 堪称一绝 我在心里默默向我爹忏悔 爹呀不是我没出息 实在是这皇帝太会忽悠了 好孩子 皇帝摸着我的头 笑得很欣慰 不过话说回来 京中那么多士林公子 为何偏偏选了我 我保持着谨慎的理智 垂死挣扎 皇帝捋了捋胡须 话里颇有深意 因为你爹是个好官 此话一出 我脑海中顿时浮现出 我爹成天百烂 且不靠谱的模样 这很难将他和皇帝 口中的好官联系在一起 太子道 说话间 传闻中的太子 总算姗姗来迟 一进门便是弯腰行李 问安三件套 显得蹲在桌下 死死抱着桌腿的 我很野蛮 没办法 我只好慢吞吞 把自己从桌底下挪出来 皇帝温声开口 景儿 快来见过 朕给你找的半读 灵旨 裴景延 自甚之 年方十四 是帝后二人年 近四十才得来的独子 为人沉稳内敛 七岁时便一篇治水公文 解决了皇帝的心头大患 是个顶好的治国制裁 也是毫无悬念的皇位继承人 我伸长了脖子 想要看看传门中 才经四座的太子长什么样 可就在目光触碰的刹那 怎么是你 我和裴景延一口同声 虽然他换了装束 远不如昨日 穿的那般低调 但我仍一眼就认出来 这就是昨日当街被我调戏 而不是 与我交谈的小公子 看来我和我爹 果然是亲父子 他敢偷梁换柱 犯下欺君之罪 我敢当街调戏 太子以下犯上 实在是胆大包天 哦 原来你们认识 皇帝挑了挑眉 有些意外 我尴尬地抠着手指 有些不知所措 总不能说 我当街调戏 你儿子认识的吧 要不还是趁早跑吧 万一哪天他登机了 第一个拿我杀鸡警猴呢 没等我开口婉拒 裴景延的声音 便钻进了我耳朵 父皇 我不同意 这人吊锒铛 一看就是个草包 裴景延咬牙切齿 眼神愤闷 眉头紧锁 脸颊飞红 活像个熟透的红虾 也不知是被气的 还是气的 还是气的 一听他开口 我便提心吊胆 说完 我又如释重负 还好 他说的不是昨日 我当街调戏他的事 不然给我一百个脑袋 也是不够砍的 我顺破下驴 疯狂点头 连连硬鹤 对对对 太子殿下说的对 我这人吊锒铛的 实在难担大任 要不还是换别人来吧 胡闹 皇上一拍桌子 周身的帝王威严 便弥漫开来 甚是吓人 阿芷乃丞相之子 虽比不得你 从小身为太子 却也是不可轻慢之人 你怎么能对他 口出恶言 况且此事早已敲定 不能再出尔反尔了 可父皇 裴景延眼里 一出几分委屈 试图辩解 你与阿芷相伴 既可以一同成长 未来他也会成为 你的左膀右臂 作为一国太子 应当顾全大局 不可意气用事 此事就这样决定了 不得在意 皇上挥了挥手 事已停止话题 走出养心殿时 工人上前一步朝我走来 说给我准备的宫殿 已经安排好了 这段时间便安心住下 等出发那天 再一同前往即可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 迈着小碎步 跟在工人身后 朝宫殿走去 路过裴景延身边时 我朝他做了个鬼脸 反抗无效 你爹不要你咯 裴景延被我气得 眼眶红了又红 入宫前 我曾不止一次地 羡慕做皇帝的儿子 该有多么幸福 挥挥手便有 想知不尽的荣华富贵 不用奋斗便可坐拥江山 但和裴景延相处的 这些日子以来 我突然发现 他还挺可怜的 明明是正儿八经的 皇位继承人 颇天的权势 唾手可得 却仍然要天不亮 便起床做功课 即便罹患高热 也一天都不可缺席 勤奋刻苦程度 丝毫不输寒门子弟 甚至还因为太子这层身份 被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 和我的闲鱼理想生活 可差远了 不过我的这点同情 只保持了一天 因为在太师问我 君子不弃的含义 而我回答 君子不拿武器时 裴景延竟当众嘲讽我 凶无点磨 我气得连夜拜师心科状元 试图扳回裴景延一局 可惜裴景延实在太过妖孽 任我如何投悬梁追刺骨 都难以忘其向背 反倒经常闹出笑话 把太师气得揪着胡子弄骂 如此不可较野 于是我只好打心底里承认 裴景延确实比我强那么一丢丢 时光流转 一眨眼便到了松云书院的开书日 我和裴景延一路舟车劳顿 总算到了传说中 千万学子的求学圣地 为了贯彻历练之时 裴景延和我隐去身份 他化名景延 我化名灵旨 皆为慕名而来千里求学的寒门子弟 望着眼前这座环山绕水 烟雾缭绕 恍若仙境的书院 我不禁发出了 没见过世面的感叹 丢下一句 丢人现眼 便静止离开了 我摸了摸鼻子 不慎在意 我当然知道 这首应该附庸风雅 吟诗一首 以示文人风骨 但我就喜欢看裴景延这副 明明看我不爽 却无可奈何的模样 并且乐此不疲 细细 临近傍晚 前来求学的各方学子 齐聚一堂 管事先生详细说了一遍书院的规矩后 又拿出一把竹签 要轮流抽签 两两一间 分配住所 我心念一动 顿时有些兴奋 裴景延一直记着我 当街调戏她的仇 要么对我没有好脸色 要么不愿意搭理我 平常和她一块学习也就罢了 要是连住所都要绑在一块 那可真是要了我老命了 一想到即将到来的新室友 我喜滋滋地走上前 郑重其事地挑了个幸运竹签 裴景延早就抽完了签 回到座位 只是看向我手中的竹签时 她眉眼间的神色 有些意味不明 也许她也松了一口气 终于要摆脱我这个烦人精了吧 不过无所谓 今天的小爷你爱答不理 明天的大爷你高攀不起 我朝他看过去 晃了晃手中的竹签 得意地挑了挑眉 没一会儿 所有人陆续抽签完毕 管事先生挥了挥手 让我们早点回到住所 早些休息 明日便要开始沉送 屋内众人顿时鸟兽四散 这书院粗略一看 并没有多大 但内里却大有乾坤 我气喘吁吁地 拿着名为崇雅院的竹签 找到住所时 屋里已经亮起了灯 显然我拿素未谋面的室友 已经比我提前抵达住所了 我暗自祈祷 新室友的性格 千万别和裴景岩 那个闷葫芦一样 不然可真是要闷死了 我擦了擦额尖的薄汗 性冲冲地走上前 推开房门 然后下一刻 我便呆愣在原地 只见裴景岩 就这么水灵灵地站在屋内 身后是早已收拾好的 床铺和书桌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目光触碰得刹那 裴景岩微皱的眉头 竟缓缓松开 我有些不敢置信 举着竹签 后退了三步 直到眼睛快要将手中竹简 和头上门扁上写着的 崇雅苑看穿 才终于接受 我没有走错地方的事实 我愁出了片刻 试探性地发问 裴景岩 该不会是你走错地方了吧 崇雅苑 我并未走错 怎么 看到是我 你很失望 裴景岩的语气 是一贯的疏离 文言 我靠着木门的身躯 无力地滑下 如果我有罪 请让老天来制裁我 而不是让我一天 12个时辰 有13个时辰 都要和裴景岩绑在一起 这和让我坐牢 又有什么区别 我的新室友 我的美好新生活 呜呜 松云书院位于属地 由于朝代更迭 具体的创立时间已不可考 但人们依稀记得 是创立于裴景岩的 爹的爹的爹在位时期 起初只是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书院 由于连续培养出 三界科考状元 而被世人熟知 又因为书院里的夫子皆为名士 真编石壁的观点犀利独到 从而声名大噪 松云山脚下有个松云村 一位夫人可怜村中女子 皆目不识丁 特意花费毕生继续创办私塾 免费招收女学生 可村民却认为 女子无需报效朝廷施展报复 在家向父教子安稳一生即可 且她分明有能力创办私塾 却不收男学生 她开创了这个先河 若是后人纷纷效仿 则是剥夺了男学生的求学机会 虽将她告上衙门 要求她赔偿损失 再将属内学生 一应换成男学生 我认为村民的做法也不无道理 毕竟自古以来 都是男主外女主内 男子天生比女子要承担更多责任 而女子只需要操持家务相夫教子 便可安稳一生 所以女子不该再享受 这位夫人的免费私塾 理应将机会归还给村中男儿 此番言论 引得坐下众人议论纷纷 大家都隐隐觉得不对 但没有人胆敢站起来反驳 夫子坐在高台上 身着一席轻衣 两鬓花白 面容苍老 乍一看就是为学士渊博 德高望重的老者形象 说出口的话 却叫人直呼道貌岸然 我皱着眉头听完 心里燃起一股无名怒火 堂堂松云书院的夫子 也不过如此 从小我娘就教导我们兄妹几个 男子征战沙场 女子相夫教子 两者之间从来没有高上低贱之分 只是男子保大家 女子为小家 分工不同 各有贡献 且这是到男人掌权 本就对女子诸多压迫 难道不是更应该让他们有表达自己的机会吗 凭什么男子施展报复 就是理所应当 女子只是多了一个求学的机会 就要被人诟病打压呢 思极此 一怒之下 我拍案而起 放你爹的狗屁 坐下众人被我整出的死动静吓了一跳 纷纷朝我看过来 其中不乏幸灾乐祸的声音 裴景言倒还算淡定 不像旁人那般杂杂乎乎 但也侧目而望 明显被勾起了好奇心 被我当众叫板 夫子气得怒笑起来 你 好 好的很 竟敢目无尊长 当面辱骂 不论你有什么意见 不管我教的是什么 既然坐在这里听从我的教会 你就该好好听着好好学 今日要么 你能说服我相信你的观点 要么就被我逐出书院 从此以后不得踏足 我一听 愣住了 还能有这种好事 但此时显然不是什么窃喜的好时机 既然话都说出去了 不把这无人子弟的夫子 说得服服帖帖 我今日是不会罢休的 夫子说的话 真是好没道理 首先 这私塾既然是由那夫人出自一手创办 那自然就有资格设置招收学生的门槛 村民一没出资 二没贡献 空口白牙 便要求夫人 必须将招收学生的门槛设置为 只要男学生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再者 谁说施展报复征战沙场 是男人才能做的事情 又是谁规定了 女子的一生 只能在家操持家务相夫教子 世人希望女子知书达理 名理得体 却见不得女子 得到本属于他们的教育机会 世人嫌弃女子 没有能力施展报复 报效朝廷是累赘 可却没想过 是谁剥夺了原本属于他们的机会 让他们一生只能 围着丈夫孩子 眼里只有灶台上的锅碗瓢盆 为什么这个世道 总是对女子诸多规训和压迫 为什么总是打压女子 让他们没有出头的机会 也许是有人做贼心虚 怕女子一旦得到机会 就会让男人失去对他们的掌控吧 许是言辞太过激烈 一时间竟满是寂静 无人应声 我下意识看了眼裴景颜 在这位未来的天子面前 我的这番话真可谓大逆不到 但裴景颜似乎并不在意 反而有些气定神闲的 在整理毛笔上的杂毛 我又将眼神挪向夫子 原以为夫子会被气得 吹胡子瞪眼叫我滚出去 但此刻的他却很平静 沉思了片刻 竟拍着手大声叫好 紧接着他又开口道 除了他 其余众人各抄经书五遍 明日上课前交给我 此话一出 原本性乐祸的人纷纷傻了眼 一时间议论纷纷 安静 夫子拍了拍桌子 那双如鹰损般的眼睛 此刻炯炯有神 你们是不是不理解 为什么他出言顶撞为师 最后被惩罚的却是你们 众人脸上都写满了疑问 但没有一个人敢出声反对 你们从小到大 都被教导尊士重道 夫子教什么 你们便学什么 可 但凡是夫子说的 便都是对的吗 刚刚那番话 是我故意这么说的 目的是考察你们 是否有明辨是非 独立思考的能力 面对错误和不公实 是否能挺身而出 这 便是我今日教给你们的第一课 可惜 只有一个人达到了我的预期 一直到夫子蹒跚的背影 逐渐离去 我仍在回味他说的话 从来如此 便都是对的吗 怪哉 今日回到住所时 裴景岩居然夸我反驳 夫子的话说得不错 难道作为未来天子的他 不是应该怒斥我 大逆不道 再拿我的脑袋 威胁我替他笑命吗 我觉得他应该是中邪了 为了验证他 脑子还正不正常 我头脑一热 拎起路过竹林时 拿竹叶边的竹果果 问他能不能看清有几只 说对了就全送给他 结果他一下又变了脸 咬牙切齿 说我玩物丧志 还让我滚 好吧 那个只会挖苦嘲讽 我的裴景岩又回来了 有种莫名其妙的心安 是怎么回事 在书院的日子 实在是无趣 每天两眼一睁 就是知乎者也 偏偏裴景岩还乐在其中 我有些看不惯他 这副做派 时不时上前招惹他 一会儿在他看书的时候 邀请他去上山掏鸟窝 一会儿在他做功课的时候 怂恿他 和我下河摸鱼虾 许氏从小在皇宫长大 对宫墙和书本之外的东西 有着天然的好奇 裴景岩就这么半推半就的 跟着我胡闹了起来 我自制了一个捕鸟笼 准备给裴景岩露一手 他没看过的技能 谁料等了大半天 都没一只傻鸟上钩 倒是让我找着了一个鸟窝 我手脚并用 像只猴子一样爬上树 然后招呼树下的裴景岩 也一块上来 裴景岩看了眼身上的衣服 犯了难 得 我就知道像他这样金尊玉贵的人 是没有干过这种粗鲁事情的 万一摔着了 有个好歹我也不好交代 于是我只好踩着树干 匍匐着前行去购鸟蛋 正当我小心翼翼将鸟蛋从窝里掏出 准备和裴景岩炎一下成果的时候 一阵大风刮过 树枝不堪重负 咔嚓一声断裂 我闭紧了眼 以为就要凶多吉少时 漠然落进一个温暖的怀抱 鼻尖还萦绕着凛冽松木香 一睁眼 裴景岩的脸放大在我面前 狭长凤眼 烟红薄唇 清冷疏离 心中漠然生腾起一丝异样的感觉 那张初见时略显稚嫩的脸庞 此刻早已出现岁月锋芒 浓如鸭语的长节清扫 却好像在我心里掀起了一阵狂风 我深吸了一口气 强忍住眩晕上头的感觉 心想肯定是被吓的 好险好险 差点就要摔得面目全非了 随即伸出手中的两颗鸟蛋 骄傲地向裴景岩展示 很大的 你要不要摸摸看 要不是我 像他这样循规蹈矩的人 肯定没机会见到这么大的鸟蛋 但裴景岩很奇怪 丝毫没有惊喜的模样 反而抿紧了薄唇 双甲飞红 连忙松手将我放下 又与我拉开了距离 我有些捉摸不透 看来裴景岩很怕热 不然他的脸怎么会红成这样 不过没关系 捉不到鸟 还可以下河摸鱼 松鱼山脚下有条蜿蜒的小河 河流清澈 时不时还有小鱼吐着泡泡 跳出水面嬉戏 按照从前三哥 带我下河摸鱼的经验来看 这条河里的鱼虾 肯定又大又肥 一想到烤鱼的香味 我的口水便控制不住地流 于是三下五除二 便要包下身上衣物 准备下河摸鱼 临旨 光天化日之下 你要干什么 裴景岩低喝了一声 脸上神情又惊又羞 脱衣服啊 不然怎么下水 我一脸理智气壮 见裴景岩站着不动 我一伸手便扯下她的腰带 你也别愣着 赶紧和我一块下水 跟你说我烤的鱼可香了 你每天住在皇宫里 肯定没吃过这样的 说吧 裴景岩便被我包得 只剩一件礼衣 就是想阻止也来不及了 没等她反应过来 我又拽着她下水 几乎是瞬间 我的衣裳 就被清凉的河水打湿 我情不自禁打了个哆嗦 林指 你 她脸色通红 有些扭捏 我一眼便看出来 她想感谢我帮她脱衣服 于是又好心安慰她 没事的 脱衣服而已 不用谢 裴景岩好像有些绝望 只好镇定下来和我一起摸鱼 没一会儿 我就捉到一尾小鱼 拿竹竿串了起来放在岸边 准备等下多捉鸡尾鱼 再一块烤了吃 再看裴景岩 此时的她一身白衣沾水 流畅又不失力量的肌肉 被近乎透明的布料 勾勒出完美线条 泼沫般的长发随意披散在身后 犹如山水画卷中走出的折仙 我一时看吃了眼 连一直追着的大鱼 逃离视线都没注意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大鱼已经游到了裴景岩的身前 我心里那叫一个着急 不论是读书学识 还是家世财力 裴景岩都已经样样比我行了 可不能再叫 她在捕鱼这方面引捏压我了 于是我没出声 悄悄从侧面进攻 试图一举拿下那条大鱼 但不知怎么的 大鱼好像预知到了危险 拼命往前游窜 我一着急 脚下一半 身体便不受控制 直直朝裴景岩扑去 一声扑通后 我跪在裴景岩身前 只露出一颗头飘在水面上 虽然有些失态 但值得庆幸的是 没让大鱼逃走 见裴景岩一脸震惊地低头看我 我也顾不得独占捉到大鱼的功劳了 连忙招呼他 和我一起按住这条大鱼 但裴景岩好像不是很开心 惊鸿了一张脸 抬手便朝我的手臂劈过来 我侧身闪躲 回过神后 破口大骂 裴景岩你是不是有病 我好心叫你一块捉鱼 你居然要打我 文言 裴景岩非但没有停下手 反而一张精致白皙的脸通红着 咬牙切齿问我 手上抓的是什么东西 我不明所以地 捏了捏手中的大鱼 迷茫道 下河摸鱼捉的不是鱼 还能是什么 裴景岩更激动了 不由分说 又抬手朝我劈过来 看他那样子 应该是想和我切磋武艺吧 我忙着应付裴景岩 手一松 便让大鱼逃之夭夭了 但裴景岩总算冷静下来 我看着空无一鱼的水面 懊恼道 都怪你 好端端的要和我切磋武艺 这下好了吧 谁都吃不上烤鱼了 裴景岩没有回应我 周边的空气 安静得有些诡异 一抬头 裴景岩的眼神阴沉得可怕 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我 面不通红 薄唇紧敏 活像个受了委屈的 小媳妇模样 我不由自主打了个寒劲 想了想 又好心关怀道 你的脸怎么这么红 该不会泡了水生病了吧 说吧 伸手便朝裴景岩的额头探去 不过裴景岩听完 好像更生气了 一把打落我的手 气鼓鼓地转身就走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怎么好意关心他 他还不开心了 但一想到 还在岸上孤零零 等着我宠幸的烤鱼 我又连忙 朝他的背影高声喊道 裴景岩还没吃上烤鱼呢 你怎么就跑了 但裴景岩似乎很不想搭理我 你听到我声音 反而跑得更快了 真是奇怪 不过 那些烤鱼 可就全归我一个人了 裴景岩变得很奇怪 每日早出晚归 似是在刻意躲着我 路上遇见我 也远远地绕着我走 以至于 我们明明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说话碰面的次数 却寥寥无几 我怀疑裴景岩是在寄我 烤鱼没分给他吃的愁 于是又悄悄摸了一竹篓的大鱼 准备好好给他赔礼道歉 结果裴景岩并不领情 我拎着竹篓出现在他面前时 他的那张冷淡沉稳的脸顿时崩裂 脸上神情又惊又羞 不由分说 便台长朝我批来 边批还边控诉我 林旨 你简直可恶至极 你明我都这样躲着了 你为何还总是来招惹我 你就是想看我笑话 看我如何为你煎熬 看我如何也不能累 现在 如你所愿 你满意了吗 话落 她和痛苦的脸忽然闪过一丝懊恼 看到裴景岩这副模样 有那么一瞬间 我怀疑我的确就是 导致她变成如今这样的罪魁祸首 可我没有啊 我把裴景岩最近的怪状 和同窗关系较好的方子七 林颂和徐赵说了 四个人脑袋围成一圈 边喝酒边对我分血 有说裴景岩中邪了 要去给她求到平安福的 有说裴景岩嫌我每天不务正业 拖慢她脚步 让我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的 还有说裴景岩就是没吃上烤鱼 在和我闹别扭的 三个臭皮匠商量了半天 没商量出结果 于是我大手一挥 决定挨个方法都试试 先是从山顶的寺庙上 找老住持 给裴景岩求了一道平安福 趁她睡觉的间隙 偷偷给她塞进荷包里面 不料几天的时间过去了 她还是如往常那般 没有变化 好吧 计划一失败 然后又按照林颂的建议 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每天拿着一本书 走路看 吃饭看 睡觉看 大半个月过去了 看得我两眼昏花 裴景岩对此 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好吧 计划二 又失败 最后 我又捉来一竹篓的鱼 特意挑了个裴景岩栽的时候 在崇雅院的屋后 和他们三人一起围炉烤鱼 方子七 他们负责搭架子 我负责生火 没一会儿 烤鱼的香味便飘了出来 不知是谁起的头 一颗石子 在空中抛出一条完美的弧度后 又渐渐发展成 四人混战式的 互相挠对方养羊肉 忽然嘎吱一声 门开了 四人翘首以盼 互相大眼瞪小眼 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 果然有效四个大字 不料 迎面走来的裴景岩 冷着一张脸 面无表情地端起一盆水 将火堆浇灭 方子七皱着眉 正欲上前辩解 裴景岩像是早有预料一般 清起薄唇 冷冷到 禁止纵火 这的确是个非常正当的理由 计划三 失败 在裴景岩身上连连受挫 让我非常郁闷 在京城为非作歹的那些日子 何时有过这么憋屈的时刻 而且不知为何 一想到裴景岩 看向我时的冰冷眼神 我总觉得有些难过 一定是裴景岩太招人烦了 我才会这样 于是我怒从心头起 恶像胆边生 软得不行 就来硬的 在我的超能力加持下 方子七几人 很快便给我捉了一株搂泥丘 看着那些活蹦乱跳的泥丘 我就不信 这样下来她还能镇定自如 一想到裴景岩被吓得 金黄失措的模样 我就忍不住黑黑一笑 当晚便悄悄放进床底 准备第二日清晨 趁裴景岩还未睡醒 偷偷放进她衣领内 打她一个措手不及 水料坏事还没干成 我的报应就来了 第二日清晨 我捂着肚子 疼得浑身冷汗 两眼发黑 掀她被子一看 身下还有一滩血 我被吓得够呛 连埋在哪都想好了 毕竟隔壁家的阿花 就是流了很多血之后死掉的 临死之前还痛得嗷嗷叫 对了 阿花是一条大黄狗 因为每次见到 我都会把尾巴摇成螺旋桨 所以我还挺喜欢 把手头上的灵嘴 分给她尝尝的 就是一想到死掉了 就吃不到 最先楼的烤乳哥 玫瑰酥老杏仁 鹿大猪蹄子粒子酥 还挺不甘心的 痛到最后 我连胡思乱想的力气 都没有了 迷迷糊糊快要失去意识钱 我看见裴景岩皱着眉头 掀开我的被子 语气冷淡问我 是不是又在装病讨课 我好想反驳她一句 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 但我说不出来 直到她的视线缓缓下矣 恍然间我听见了 她失控无措的声音 咦 原来向来沉稳自持的 裴景岩也有这般失控的一面 等我醒来时 人已经躺在医馆 大夫正板着脸 教训在熬药的裴景岩 斥责她把我这个妹妹 养得一点也不仔细 裴景岩摇着手中的蒲扇 脸被熏得灰扑扑的 面对大夫的斥责 她紧抿着薄唇 一句也不敢反驳 连连称事 大夫叹了口气 看向我们俩人的眼神 充满了同情 见我醒来 她又转身换来一名 年约五旬的妇人 那妇人将我引入隔间后 仔细给我说了一遍 为何会流血 流血后应该怎么做 又叮嘱了一遍 不要碰凉水 不要剧烈运动 等注意事项后 才放心离开 我这才知道 原来流血不是因为我要死了 而是每个女子到了年龄之后 都会出现的正常生理现象 我顿时松了一口气 但很快又冷汗直流 这不就意味着 我是女子的身份 已经在裴景岩面前暴露了吗 我站在小隔间的门后 真是死也不是 活也不是 正当我以为 马上就会人头落地的时候 裴景岩推开了小隔间的门 手上还端着刚熬好的药汁 语气不容拒绝 要熬好了 把它喝完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此时的裴景岩 面对我的态度 好像没有那么拧巴了 但一看到那黑乎乎的药汁 我觉得 去死这件事也不是不能接受 最终 我在裴景岩威胁的目光中 捏着鼻皱着没喝完了药汁 泄妖 活人威死 裴景岩没再和我闹别扭了 但似乎真的把我当成了妹妹 比如说严厉禁止我碰冷水 至于下河摸鱼什么的 就想也别想了 不让我跟往常那样 蹦蹦跳跳像猴子 也不让我再跟着方子气他们胡闹了 甚至将我衣服换洗的活都包揽了 每个月还算着日子 给我熬姜汤 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抗议过 只是每次 只要有点不情愿的意思 裴景岩就会与其危险地提醒我 我的小命还拿捏在她手上 一想到悬在头顶上的欺君之罪 我只好乖乖听话 但如今这样好像也不错 最起码那种 因为裴景岩对我态度冷淡而难过的感受 已经消失了 可能是因为裴景岩终于没这么招人烦了吧 而且被太子伺候的感觉 简直是爽翻了 方子气他们总觉得裴景岩有些邪门 趁着裴景岩松懈的间隙 偷偷问我裴景岩是不是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 我大吃一惊 首先排除这个答案 可能是因为她终于良心发现了吧 我含糊道 但金方子气一提醒 我好像也反应过来 原来我在面对裴景岩时心中那种怪异的感觉 名为喜欢 但我们之间是没有可能的 因为我注定是要成为一个不学无术 混吃等死的顽固子弟的 除非她能让我做一个不学无术 混吃等死的皇后 但偏偏就是这要巧 上元节那日 裴景岩借着看花灯的名义将我框了出门 一路上又是糖葫芦又是栗子酥 甜食零嘴 环配差事 一应俱全 轮番攻陷 就差把有事求你四个大字写在脸上了 我实在受不了她这副架势 直接开口问她 是不是有什么话对我说 裴景岩那张白皙的脸一瞬间就红了起来 似是挣扎犹豫良久 她才小声开口 阿芷 你可愿 做我的太子妃 你放心 我会保证 我不行我没空我拒绝 没等她说完 我便想也没想拒绝了 开什么玩笑 我可是要成为不学无术 混吃等死的顽固子弟的人 怎么能被区区太子妃的身份挡住不乏 但看到裴景岩失落地笑着 对我说愿意尊重我任何选择的模样 我还是忍不住心软开口 如果是一个不学无术 混吃等死的太子妃的话也可以嘛 裴景岩眼中的阴霾顿时一扫光 那双精致上挑的凤眸亮晶晶地看着我 笑着说 当然 翻外直到和裴景岩成婚的前一天 我那搬家跑路的爹娘和哥哥们回到了京城 我才知道老皇帝早就知道了 我是女儿身 哦不对 我现在该改口换他一句父皇了 我爹给他留下的锦囊里 早就把事实真相写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 但他仍愿意将我以半读的身份 和裴景岩一同送去松云书院历练 他说 虽然有预言在前 但他不是蛮横专制的皇帝 所以便给了我两年的时间 让我在和裴景岩相处过之后 再做自由选择 就是没想到 这件事给裴景岩留下的心理阴影这么大 居然差点把他逼出断袖之痞了 所以你发现喜欢上我的时候 真的有在谋划 怎样才能和我在一起啊 我踹了一脚 坐在床边正在给我包荔枝的裴景岩 好奇地问道 裴景岩神色有些不自然 支支吾吾 不肯说出心里话 于是当他将白嫩柔软的荔枝肉 递到我嘴边时 我故意使坏 将他的手指含住 眼神挑衅地看着他 裴景岩的喉结滚了滚 眼神忽然变得很危险 我暗呼不妙 起身便要逃跑 不料被裴景岩一把抓住脚踝 丢到了床上 我好像快死了 但没死透 昏沉入睡之际 我听见裴景岩 偷偷在我耳边诉说 未曾开口的心意 我往他怀里缩了缩 我想 还好我们没有错过 全文完